從他一開始的告發自己 然後到承認事件 承認有這些冒犯的行為動作 到後面又失口否認 我講一個比較重的講法 這就是一個無賴 如果你今天辦的錯 你做了什麼事 那你勇敢的承認 那也許大家會給你一個 不同的尊重 那你顯然就是一個 沒有誠信 沒有羞恥的人 所以他才勇敢的站出來 跟女生不應該被這樣欺負 鍾佩君昂怒紅朱學恆無賴 9911台中開分店美油唬爛 今天先生來跟你當證人 也是給你支持 絕對很感謝他們 陳布朗上個月 警前勞婆鍾佩君的壽 陪同出庭名嘴朱學恆性騷案 朱學恆被鍾佩君控 耳渡在飯局上強吻性騷擾 台北地間輸其訴後 只僅仍未認罪 被害者的壓力 是比加害者壓力還要大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真的對女生來講 是很辛苦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事實就只有一個 那你在討論 事實也不會有變成不一樣 尊重法官去判定的事實這樣 對 就是讓法官的專業來給我們一個 一個正義嘛 發生在你的另外一半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是 支持他保護他 說實在就是這樣啊 那我做的事是 每一個男人都會去做的事情 我也沒有覺得特別 覺得自己做了好什麼事 這是應該做的事 人到一定的年紀啊 有些事情就是 我們男生 男人一句話就是 尊重了嗎 遇到就處理 從他一開始的告發自己 然後到承認事件 承認有這些冒犯的行為動作 到後面又拾口否認 我講一個比較重的講法 這就是一個無賴啊 如果你今天犯了錯 你做了什麼事 那你勇敢的承認 那也許大家會給你一個 不同的尊重 至少在這 那你又傷了人 又一副這個 前後不依 自我矛盾 然後腳賴 那這就不能令人接受了 帥哥 在這帥哥 我是靠戀吃飯的 陳布朗曾以團體大喜門 奪下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 近年來退出銀光木頭 生餐飲業 在大安開了間海鮮居酒屋 已經慘賠 員工的薪資 房租 各方面的壓力 賠了很多錢 四五百萬 我計畫要開分店 然後也有想要 之前想要去台中開啊 九一很有興趣啊 這個疫情的狀況 我覺得不適合去開店 那其實在疫情前 我們已經有一起去看過店面很多次了 真的 這不是唬爛的 不是 因為疫情怎麼有辦法硬開 兄弟們 這疫情有沒有 不行吧 所以現在疫情後 我覺得我們又在調整 我們也一直在努力 去創造更好的服務 更好的料理 甚至創造更好的氣氛 用餐環境 如果去台中 開分店一定會跟九一一起合作 一起當股東來開 這是我們已經談好的 好不好 相信我 九一一們 好不好 兄弟們 我們又胡亂 有後來找我們吃飯 好不好 包生男 好不好 吃海鮮包生男 現在七個月 日產是五月中左右 雙福 金牛座 我對青座 我 不聊 所以我在這個 娛樂圈很難相處 大家沒人都會聊星座 為什麼 不懂星座 或不喜歡星座 要被排擠呢 我們娛樂圈到底怎麼了 給 對星座沒興趣的一個活路可以嗎 我對音樂這件事還是一直有在創作 也有 累積作品 在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嚮往 但是對音樂這件事是從來沒有停息的 我還是有幫別人製作 幫別人寫歌 我沒有胡亂 哈哈哈哈 嘻嘻嘻 小姐 sigh 小姐